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条长路 刚走到山脚 往前走 多勇敢叹号 连途的故事 一切都很重要 第五集 我的梦想 努力才是通往梦想的阶梯 小时候啊 村子里穷 常常只能啃得起玉米棒子 如今 我从村子走到了镇子 从镇子走到了城市 从城市走到了首都 如今我终于闯出了地球 无论走到哪里 我还是带着它 因为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那同学们 那同学们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叔叔 我要当一位人民教师 为祖国培养出更多像我一样优秀的学生 求你放了个未来的学生吧 我要把物理化学生物科技结合起来 做一位全能科学家 我要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我要当一名武术冠军保护人民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传播快乐 我要当大学做大商人 我要当名为教官为祖国征锅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卖冰淇淋的老奶奶 是 是什么 当 当一名卖冰淇淋的老 老奶奶 老奶奶 行了啊 别矫情了 一个梦想不行就换一个呗 当老师怎么样 定点上下班还有寒暑假 不行 我不能跟李黎干一行 回头我当老师 她当年纪组长 我还得归她管 那就当外交官大国颜面 以后这履历上课的素材 都是你的新闻 多威风 我最不会和陌生人打交道了 别说外国人 您说的这些 其他同学都说过 一点劲就没有 那就跟我当医生啊 上下班还顺路啊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不行 在家都跟您待着 上医院还能跟您待着 就等于这 一天 出了睡觉都能跟您待着 你臭小子翅膀硬了是不是 那我还你的时候呢 二十四小时还不分离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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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说两句啊 这样 儿子 要不然以后 你当个画家好不好 那这涂鸦和画画能是一回事吗 你自己想当画家没当成 现在在孩子这儿弥补遗憾 这不胡说八道 我这是科学推的 来 梅小卷 爸爸问你啊 以后你想不想看世界 想不想活得精彩 想不想纵横四海 想不想被所有人都佩服和敬爱 想 尤其是李林 只要你成了一位大画家 这一切就都能实现 看 那就是你在两百多个国家 同时开个人画展时候的 全球海报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听 这就是粉丝们见到你的时候 疯狂的尖叫声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闻 这就是梦想燃烧熊熊烈火的炙热味道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只要你成了全球著名的绘画大师 你的那些同学和小伙伴们 就都得在你后边 屁屁颠颠地跟着 对 李林在第一个 封建 这就是我下院的梦想啊 要是真学画画 弄得满身颜料 脏衣服你洗 我洗就我洗 我愿意 你是今天的人体模特 我老爸怕我画画的脏衣服他要洗 小伙伴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小伙伴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梦包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耳朵给包着呀 他 把耳朵割了 知道吗 只不把耳朵割了的人 才能处为大花家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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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以为这是绘画兴趣吧 但在我看来 这是大师挖掘班 通过我的会议和训练你们当中的一小部分 将迈出成为大师的第一步 画出这样的作品 老师 你这些作品也太普通了吧 天哪 废话 哇 哇 哇 好漂亮 哇 你们一个耳朵剑 就可以画出那么好的作品 哦 老天啊 你为什么把才华赐给了这个平庸的小孩 而且只给了我发现天赛的眼睛 我欠负你 想什么 笔都快削没了 笔都快削没了 修画到未来的水果儿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 直线的四种画法 直线还有四种画法 那是当然啊 这素描是绘画的基本空 而直线 就是素描的基本空 所有的大师 都是在一根根直线里面 造了出来的 还愣着干吗 拿笔 画起来 每多画一条直线 你们就会朝着大师更迈进一步 你的看似有形无异 实则有意无形啊 哦 你的看似有意无形实则有形无异 坐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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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画真真是 大师 所望 大师所望 你的画 橡皮看了会沉默 铅皮看了会流泪 你 你这样水瓶 就算把两个耳朵刀割来 也没辙 来 滚头懒 好了 同学们 经过这么多节课的练习 相信大家 已经基本掌握了直线的绘画技巧了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 下一个环节 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 介绍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 那就是 画弧线 杜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画物体啊 或者去外面写生也行啊 别着急啊 线条 线条 它是个大家条 红件后面还有 那是啊 还有 短线 曲折线 绕圈线 等这些你们都掌握之后 我们还要学习 光影 透视 比例 层次和渐变 等这些你们也掌握了 老师 就带你们去山上写生 你怎么来了 现在不是你会花时间吗 嗨 我那技术 一分钟顶人家十分钟 总得给别人一点追赶我的机会吧 哎 哎 你别画画累多了 你不累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练武功 差不多练完音乐基本功的话就可以开始挥拳了 嗯 这也太累了吧 怎么还是直接举行赏牙再看光光傻吧 不行 那都是阻碍我天机的魔鬼 啊 好好好 坏蛋 不能我和铁头去开始看光光傻 什么呀 这是什么 我不是K线图 你看看这一线表 我今天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线条了 你看这个有什么意思 这是基本功啊 密画家 是你起胖 我想要成为大圣人的话 就必须熟练掌握这些知识 你看 基本功基本功又是基本功 瓜瓜傻动画片呢 我送给别人了 你不也忙着练习画画吗 咱都呢 也哪有谁呢 嗯嗯嗯嗯 是 啊我们都忙着呢 别走你好 我要是做 好 来这个给你拿好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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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简单啊 我一开始就是对了 我还是适合当一名卖冰淇淋的老奶奶 小朋友 你想吃冰淇淋吗 我想吃 想卖 你想卖冰淇淋 为什么呀 因为很简单呀 我爸爸想让我学画画 老师让我画直线 练基本功 无聊死了 来 你来试试 这也太容易了吧 没你想想的那么简单吧 卖冰淇淋也要基本功 好 来 给 我知道了 奶奶 谢谢您 您让我亲身经历做冰淇淋这件事 告诉我 任何事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您就叫那位告诉李白铁杵磨成针的善良老奶奶 你说什么呢 你打坏了我两个冰淇淋 加上手里这个一共三个 盖不起了 我说你自习客自己跑出来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 班里实在待不下去了 想唱歌的天天啊啊啊 想出国的天天ABC 想当老师的天天练习教同学 大家都在练习个活 烦死了 看你一腔热火 无数发泄 不说注目 来打橄榄球吧 我跟你说啊 橄榄球这个东西 是代表力量和速度的运动 你肯定特别喜欢 特别刺激 老师 您把操场画成这样 问我下场 来 哎呀 我就说不完了个什么事 拿着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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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叶校长 我这不也是为了秋实小学好吗 胡说八道 这要是出了点什么意外 是你呀 还是我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虽然橄榄球 对抗性也比较强 但是您听我说呀 但是它足够有新鲜力呀 对于孩子们 特别有吸引力 你再说您看 我们市里有哪个学校 在学校举标过橄榄球活动 这要是传出去 大家不就知道 只有秋实小学 是一个有特色 敢创新 注重学生们强身建计的好学校 橄榄球 好 橄榄球好啊 是呀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一定好 我给你多配几个老师 维持现场的安全 好了好了 谢谢阳校长 谢谢阳校长 再来 阳校长 我能不能申请预计算 把学校的白线紧急地给他筹划一下 为什么呀 这画一下 为什么呀 这不是已经画得很好了吗 小心 小心 这就不用画了 这个小同学呀 这没有点绘画的基本功 可就画不了这么好啊 可以呀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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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才说我们小圈 已经两节课没去上了 米爸爸 这个孩子嘛 就是缺少耐心 上课觉得无聊不愿意听 很正常 老师 以后可别去夜市采耳了 那人流混杂的 环境不卫生 亲爱的 这孩子要是不喜欢 强迫他也没办法 不管有什么梦想 还是得看他自己 要不然 那不然就把这课停了 不学了 我回来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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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来了 下课课什么时候是 我还前来一堂课的之前来学 那作业 可能去不上 秋实小课堂 秋实小课堂 嗯 大家好 我是梵高 我是梵高 是一名来自荷兰的画家 我的一生很短暂 只有37岁 而我开始画画的时候 已经27岁了 也就是说 我的绘画生涯 只有十年 但在这十年里 我画了2100幅画 每年画210幅画 每三天画两幅 是不是很厉害 相信我的作品 你们一定都看过 星空 向日葵 卖甜群鸭 吃满零薯的人 夜晚露天咖啡座 普罗王森的农首奥维尔附近的农场 痠痠疠 等等 sixth 怎么样 你们都见过吧 衣服也没卖出去吧 范高先生 你的画卖出去了 是您的朋友 尤金伯奇的姐姐 阿娜伯奇买的 是哪一幅呀 就那幅 红色葡萝片 耶 耶 这里是求是求实 实是求是 没有朽是的秋实小课堂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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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